第十六题 一数线以右方为正向 在这个数线上A点表示的数是2右四分之一 好,那从A点先向右移动了3右三分之一格 再向左移动6右五分之一单位 到达一个B点 则B点表示的数大概是介于哪两个数之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A点表示的数原来是2右四分之一 向右移动3右三分之一格 因为呢是右方是正向 所以向右移动就加3右三分之一格 再向左,向左就减6右五分之一格 这个就是会到达B点 那减完之后的结果呢 就是B点的坐标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呢 把它 化成甲分数 这是一种做法 或者是说呢 整数部分和整数部分来做 分数部分和分数部分来做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用一个整数和分数分开来做 这个第一个整数部分是2右四分之一 那就是2加第二个是3 第三个带分数呢是6 2加3减6 好,加上分数的部分 第一个分数四分之一 第二个分数的部分三分之一 第三个请注意 这个减掉六分之五是减6 再减6又五分之一 是减6又减五分之一 减完6之后再减五分之一 这是B点的坐标 好,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2加3五 5减6负1 加上这里通分 我们这个分母呢 就用60 60分之15 加60分之20 减掉60分之12 好,前面这个负1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60分之负60 好,那后面这里呢 算出来的结果是 60分之15加23 35减12等于23 整个变成 60分之负60加23 等于负37 60分之负37 这个数字就是B点的坐标 那这个数字呢 就是介于0跟负1之间 答案选 谢谢大家